第196集 一夜无眠 次日天色刚朦胧 南北两个城门已经人满为患 官府没有特殊命令的时候 过往车辆并不需要十分严格的盘查 持续的车队往来频繁 与守城的将士十分相熟 宋初依旧混在商队中出城 白刃则独自走城西 城西守兵不如其他几个城门多 盘查更为松散 加之白刃常常出入 并不会有人阻拦 当初宋初依在不城房的时候 将原本的换班制度打乱 自创了一套演算法 形成了一套看似混乱的交接时间 这样敌人就算观察一个月 也不能摸清秦军下一次交接的时间 这个演算法受到很多人的支持 虽然刚刚开始适用的时候 我将抱怨不断 但因为有专门计算时间的人 士组只需要按时其他就行了 所以适应得极快 谁都没有注意到这套演算法的规律 只有宋初也很清楚 每个月有两次交接时间 是在清晨开城门的前后 这对守卫来说并没有多大影响 但相对来说 在这个时间对进出城的车马盘查 会比平时松很多 大后天就是破晓交接的日子 宋初一担忧赵一楼 决定提前两天出城 车队排气长长的队伍 池式车队排在第三个 前面其中一个车队里 就安插了一个长相与宋初一 有五六分相向的男人 倘若秦军已得知他失踪 也能先转移一下守军的注意力 大门吱压一声打开 站在城楼上的守夜将领 俯视长城的队伍 嘀咕道 这几只伤队怎么这么多呀 冬季并不是刑伤的好季节 守将有所疑惑 所以下令盘查严格一些 命令下来的时候 恰巧赶上池式伤队 车上装的都这些什么呀 是酒 冬季各地对酒的需求量翻倍 且新鲜的酒液不容易发酵变质 因而来往许多运酒的车队 倒也十分正常 车队停下 有着守军检查 这时 一骑飞驰而来 一名悬疑人翻身下马 出示令牌 急匆匆地赶上城楼 与守将耳语了几句 那将领面色凝重地下了城楼 先令人追出去 搜查已经通过城门的两个车队 正常情况下 守城队出城之人并不会太苛刻 士组只粗略地检查了一下 正要放行驶 那守将赶到 亲自上前看了看车上的酒坛 酒坛极小 根本装不下人 他抬眼看着马车 朗声说道 车内是何人 持续闻言 撩开帘子 拱手说 陈都射好久不见 陈都射顺势往车内看了一眼 里面一目了然 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同仆 随笑道 哦 原来是池先生啊 不知何时入寻 某怎未听消息啊 持续见他 一副要续旧的模样 于是下了车笑道 只是未必访客 虽不曾张扬 池某这半年往来秦国数回 恐陈独卫贵人是盲 未敢前去叨扰 陈独卫这番提起来 可是怪罪池某 岂敢岂敢 陈独卫看了一眼长长的车怼 何等生意 敬劳池先生亲自出马呀 这是与齐国商社的大生意 不过某倒不是特地护送车队 只是随行回本家 持续的生意遍布各国 赚得聚财之后 便把本家设立在齐国 先祝池先生一路畅通 不过刚刚廷卫府下令 要搜查一人 得罪了 陈独卫挥手 令人去搜马车 眼看他们搜查得十分仔细 持续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 但面上依旧轻松地 与陈独卫搭话 小半盏茶的时间过去 突然有一名士卒高声说道 马车上有暗阁 陈独卫挑眉客气地说 劳烦池先生把暗阁打开吧 免得他们不知惊重弄坏了车 持续迟疑了一下 吩咐身边的同仆 打开 那同仆跑到马车跟前 拉动车员上的机关 马车底部 咔的一声 缓缓打开 底下放了十几个小坛子 以及各种制酒的原料 陈独卫猜测 那大约是池氏 制作的新酒秘法 而他要找的是人 所以 并未多加询问 持续也未解释 直接令同仆 把暗阁合上 各家的方子都是不传之秘 持续的举动 再符合常理不过 都外 有发现 一名骑兵 从城外进来 陈独卫没有再和持续客气 直接转身上马 亲自去查看 余下的士族 自然不敢再为难 持续商队 直接放行 车队缓缓食入城 持续挑开车帘 看见陈独卫 正在与他事先安排在那个商队里的替身说话 两个车队擦肩而过 离开咸阳七八里 持续立刻让同仆去接手赶车 委屈先生了 持续对赶车的老者说道 赶个车罢了 无需计较那些俗礼 老者声音清凉 却正是送出一所办 亏得先生临时想了这个办法 持续终于松了一口气 车底的暗阁机关精妙 远是为送出一准备 但他仔细思量之后觉得不妥 因为在车底留暗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若是盘查紧了 守城士族一定会重点查看 藏在这里 一旦被发掘 就会陷入绝对的被动 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他最后就扮成车夫 大摇大摆地出来了 充当车夫的人 不是庶民就是贱民 见到贵者需要攻身联手 他面上抹黑了几分 又贴了花白的胡须遮掩 当时光线朦胧 只要他没有什么突出的举动 一般不会有人特别注意到他 先生估计那名体身能撑多久啊 除了朝中大臣和我的下属 秦国能与我相熟的人不多 如果不出意外 至少能坚持一刻 入秦以来 宋出一亿只猖病在家 不见任何访客 到后来直接连门都很少出 即便早年 有不少人见过他的真容 现在也未必能一眼认出来 隔日 白人寻着气味追上来 宋出一发现他鼻头破了一个口子 血白的毛上 亦有些地方沾染了血迹 分明是撕咬过一场 在咸阳城附近 能把白人伤着 肯定不是什么动物 主 有个信使返回来了 先靠边暂停 宋出一却是面色微寒 持续见宋出一的态度 立即反应过来 莫非有诈 宋出一尚未回答 那信使已经到了车外 主 周围的护卫退出一帐 持续撩开车帘 看见一名衣衫蓝绿 浑身是血的人 被一名亲信护卫背着 站在车前 他手上的洞伤裂开 可见森森白骨 一张脸苍白虚浮 毫无血色的嘴唇 不知是冻裂还是甘脸 红色外翻的肉和暗红的血痂重叠 看起来触目惊心 持续认出是自己人 忙下车令人请医者 那人声音哭涩甘雅 两日前 属下刚刚寻到与赵将军 正在返回咸阳途中 尚未来得结合的接触 便与一群黑衣人偷袭 属下命大 没死绝 但属下自知撑目了多久了 就赶不上赵将军 只好先返回来平保消息 尚未等医者赶到 那信使吐出最后一口气 整个人瘫软在侍卫背上 宋初一眼色微暗 下车朝内护卫 深深一击 先生 持续望着宋初一 两天时间过去 赵乙楼就算没有回到咸阳 恐怕也距离咸阳不远了 信使被阻拦杀死 可见赵乙楼的行踪 一直在黑位的掌握之中 宋初一远目 盯着蓄日东升 某中映出一片惊鸿 整个车队都在静静等待 没有人打扰他的思绪 隔了片刻 宋初一低头 正对上白刃 一双黑溜溜的眼睛 唇边不禁 泛起淡淡笑意 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您出寒谷关吧 属下在派探子 去咸阳打听消息 只要您不出现 想必赵将军 暂时不会有危险 王上刚刚即位时 手中尚未握住十拳 就能借礼诛杀商君 商君在秦为官这么多年 在朝中 不是没有势力 他只是不愿意动摇自己 耗费一生心血 建立起来的法治 如果秦法毁于一旦 他的一生都失去了意义 在这一点上 我与商君同 有些事不是没办法做 而是不愿做 宋初一掌握兵权这许多年 有无数的机会 为自己建立起庞大的势力 但他没有 就算如此 他若现在发起兵变 也一样能给秦国重重一击 保得自己和赵乙楼 两条性命 可他花费了所有精力 强大秦国 好不容易往天下一统 迈进了两步 若再是被兵变削弱 黎民又要受更多战乱之苦 最后命是保住了 他的理想和坚持 也变成了一场笑话 白人似乎感觉到宋初一的情绪 用脑袋轻轻蹭着他 执俊 我把白人交给你了 帮我好好照顾他 给我一匹马 先生 您想一个人回去 若是能保他一命最好 若是不能 宋初一没有再说下去 执俊心里忍不住有些埋怨赵乙楼 若不是他违背宋初一的意思 肯定不会走到这一步 宋初一察言观色 隐约能猜出他的心思 却是只笑不语 这世上的事物 都有两面性 没有什么是完完全全好的 必如赢四一心为擒 所以能够接纳他一个女子为臣 可最终 也因他一心为擒 才将他逼入绝境 譬如 赵一楼心里将他看得最重 所以能够抛弃一切追随 绝不背叛 但也正因为这份挚爱 此时才会选择回去 让他陷入绝对的被动 享受了好的那一面 就要承受他可能带来的灾难 赵一楼给了这份 纯真无暇的爱恋 是他三生有幸 如何会有半句怨言 先生请三思啊 现在回去 多半两人都活不成 先生留着一条命 好歹能为赵将军报仇啊 秦王性命都招不保息了 我去何处寻仇 灭了大秦不成 他走向一名护卫 这位兄弟将做起借给我吧 先生 持续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虽然也有几分智慧 但从未想过天下新王之事 亦不了解 送出一此时此刻的想法 你若还记得我当初 助你发家的情分 就莫要阻拦我 送出一无奈之下 只好将往日的情分搬出来 持续一钱一毫 皆是先生所有 所有的本金 全是宋初一所出 连赚钱的法子 也都是宋初一提供 持续从来没有想过 要霸占赚来的聚才 所以一直以来 吃穿从不追求奢华 卓卓怪事 宋初一翻身上马 掉转码头之后说道 你家婆娘肚子里生出个儿子 难道不是你的 我虽送了你一个婆娘 但你夜夜抗头上完命的开垦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持续心中 百感焦急 别过 宋初一话音未落 已然挥动马鞭 白人见状 立刻跟着他后面跑 宋初一转眼看见他 啪的一声 马鞭甩了过去 滚回去 白人行动敏捷 轻易地躲开这一边 脚步却是慢了下来 宋初一从未对他大声吼过 更别说用马鞭打他 方才那一瞬 他感受到宋初一 强烈的驱赶之意 血缘上 长长的关道 直接添击 白人耳朵搭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那一人一骑 渐行渐远 若说这世上 除了赵乙楼之外 还有谁对宋初一 最真诚依赖 必是白人 他强忍着没有回头 直奔咸阳 但能看到咸阳成功时 宋初一想到 赵乙楼从寒谷关过来 多半会走东面 于是转道往城东去 想看看是否能碰上他 而此时 赵乙楼洽在城北 赵乙楼挟持昏迷的处理 及北上 原想先去池室的落脚点 去问问消息 但黑卫如影随形 使了多少办法 都摆脱不去 他怕暴露池室 会让宋初一失去 依靠力量 于是耐住性子 与宋监一同潜伏在城北郊外 宋监先独自入城查探 不料城中 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黑卫一时奈何不了宋监 却将他困在了城中 赵乙楼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焦躁地等待了一天两夜 只好亲自携处理及入城 赵乙楼与身处高位 闭门谢客的宋初一不同 咸阳几乎所有官员都认识他 再怎么乔装打扮都没有用 城东广阔的雪原上 宋初一被突然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黑衣人包围 属下奉命 护送太傅回城 声音粗犷沉稳 宋初一再熟悉不过了 是古晴 宋初一心情平静 当时迟是那个信使返回的时候 他就早已预料到 会是现在这种情形 黑衣杀人 何曾失守过呢 信使能活下来 不是侥幸 是他们故意而为罢了 赵将军入城了吗 古晴觉得 也没有必要隐瞒 刚刚入城 走吧 这一局对决 注定不公平 除去君臣力量悬殊不说 嬴四还吃准了他 此时不会做出 有损秦国实力的事情 何谓 君教臣死 臣不得不死 大约就是这样吧 宋初一在黑位的护送下 直接入宫 他不想一副逃跑未遂的样子 出现在迎四面前 所以面君之前 提出要沐浴更衣的要求 古晴作为他曾经的下属 多少有些情面在 便将此事告诉陶坚 请他安排 汤宇之中 雾气鸟鸟 宋初一满身疲惫地 靠在尺边 为他擦背的侍女 垂头敲声说 敏 宋初一顿了一下 冲他伸出手 侍女很机灵地握住 帮他搓手臂 宋初一感觉到 一个带着体温的金属小管 落在他掌心 敏八子会出手 宋初一一点都不意外 这些年 自己一直相当于他的靠山 而他侍奉君策这么多年 儿子都生了两个 位分却半点没有挪动 若是让魏婉做了太后 他岂不是一辈子 都要伏地做小 且不说米纪的心性 不甘于平庸 就单说魏婉 极力主张让盈济 去燕国为治的事情 就已经处了敏迹的逆临 他不整死未婉 绝对不肯罢休 所以他需要助力 放眼整个秦国 没有比宋初一 更合适的人选了 因而现在 他宁愿冒死相救 衣服放下 你们出去 诺 侍女躬身退到外殿 将连满放下 宋初一打开 同志的小信管 取出一条小小的白骨 上面详细地写着一个 出宫的路线 每一处 都有人接应放行 看来米纪在宫中 这十几年 混得风生水起啊 宋初一碗耳 把白骨进入水中 看着墨镜模糊 才捞起来 他穿好衣物 走到外殿 你们谁知道 魏道子在何处 这些侍女 对近日这些惊心 动魄的谋算 毫不知情 近前为他 擦拭头发的侍女 说道 魏太夫 听说是 魏道子 欲图染指 王上身边的侍女 而被关押 至于关在何处 奴并不知道 正如宋初一 先前猜测的一样 魏道子 不是这么 不知轻重的人 恐怕 只是盈四找了个借口 把他关起来 盈四说过 不会因此怪罪 就一定不会 宋初一相信 除了御殿 并有内侍带路 令他去了角楼